由于中共官员拒绝发放记者的签证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宣布将关闭其运行 40多年的驻中国记者战 我们来看本台处加拿大记者发回的报道 好的 谢谢主播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记者勒布朗 被任命为驻中国记者后 于2020年10月申请签证 CBC过去两年与驻加拿大的中共官员 就签证问题多次交涉 但未获得任何回应 CBC新闻总编罗迪分龙周三在博文中说 如果我们能够方便地在另一个欢迎记者 并尊重新闻监督的国家建立机构时 保留一个没有人的分社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CBC驻北京的最后一名记者 在中国疫情封锁时返回加拿大 但也无法作为常驻记者再回到中国 近年来 外国媒体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 变得越发紧张 今年1月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媒体自由已极快的速度下降 令人感到不安 报告还指出 中共官员以疫情为借口 推迟批准新记者签证 取消报道行程并拒绝采访请求 好的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给大家看